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海洋生物 一滴毒液就能导致50个成年人死亡 你知道每年生吞200人的巨型海怪叫什么吗 要合力高达1.8吨的海洋怪兽你见过吗 在这无比浩瀚的海洋中 到底隐藏了多少令人闻风丧胆的海怪呢 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探索 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海洋生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缩子鱼 一种极其凶猛的掠食性鱼类 喜欢群体出动 也被人们称为海狼 它体型超过两米重200斤 而且缩子鱼的牙齿十分有力 且尖锐也被称为海洋之虎 缩子鱼主要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海域 缩子鱼是为数不多将人类视为 具有潜在威胁的鱼类之一 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但是如果你要是闲着没事找事的话 那么你就危险了 它们根本毫无情面可言 缩子鱼强有力的牙齿 可以瞬间将你切成两半 如果聪明的话可能会里面逃跑 但是缩鱼游速快的离谱 在追击猎物的过程中 它们的速度最高可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世界上跑得最快动物猎豹 也是110公里每小时 说它是海底闪电侠一点也不过分 此外 一些缩鱼品种在其肉体中携带一些细菌 可以引发一种名为 弧菌性感染的罕见疾病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治疗的话 该疾病严重的可以导致死亡 第九名刺咬 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等地生活 尾部的毒刺可达40厘米长 身体形状非常扁宽度超过长度 一般的体长约为30厘米 而最大的个体可达到1米长 重达几十千克 一旦刺咬感到威胁 它会用毒刺向潜在的威胁进行攻击 锯齿状毒刺的尖端锐利 能够对敌人造成刺痛和切割伤 同时毒刺中所含的毒素可能会对被攻击的目标产生疼痛 炎症等反应 要是被刺到胸腔会造成重伤甚至死亡 特别是心脏部位受伤的话 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的话 那么只能等待死神降临了 2006的时候 一位著名的探险博主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海域进行拍摄时 被一只刺摇意外地刺中了他的心脏区 尽管当时得到了紧急救治 但伤势过于严重 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第八名食鱼 也叫海蝎子 是海洋中的恐怖存在 它们是毒性最强大的鱼类 潜藏在热带水域的浅海和珊瑚礁之间 食鱼背部有12根毒疾 每根毒疾是都能释放出100毫克的毒液 一旦被食鱼刺伤 毒液迅速侵入体内 仅仅两个小时就足以让猎物倒下 最长不会超过一天的时间 它们身体上独特的鳞片 呈现出类似石头的纹理 体长一般为20厘米 善于伪装因此得名食鱼 食鱼也被人们称为海底变色龙 根据旁边的环境 从而隐藏自己是动物王国的捉迷藏高手 一旦稍有不慎踩到他身上 它们的尖刺会刺穿你的皮肤 注入一种致命毒液 而这种这种毒素足以毒倒一位成年男性 曾经就有一位潜水员被食鱼所弄伤 而他当时一位就是简单的材料 一块石头 不料一会儿毒性开始蔓延 被刺上的部位产生剧烈疼痛 于是连忙就医 不过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采取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一分钟杀死50人的海怪 居然如此美丽 接下来将盘点世界上最致命的 10种海洋生物 第七名巨型海蓝 它们的外形类似于蛇 身体呈长筒形 并且具有锋利的牙齿 作为底层鱼类中最凶猛的一种 它们主要分布于 印度洋至西太平洋的海域 海蛮有着庞大的身躯 身体最长能够达到6米 有着如此的先天条件 使得它们在海洋中基本无人敢惹 而且它们的咬合力也是极其的强 能够轻易地撕裂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 就算我们人类在它面前也只有被干碎的份 巨型海蛮是一种强大而具有攻击性的海洋生物 一般情况下 你不去干扰它们 它们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你 然而 如果你误入它们的领地 或对它们构成威胁 那么它们可能会使你为潜在的猎物 并对你进行攻击 因此 面对巨型海蛮 最好的策略是保持距离 并尽可能远离它们的领地 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危险 第六名 鸡心罗 海洋世界中最危险最毒的生物 一只鸡心罗的毒素足以杀死十名成年人 也被称为香烟罗 当然不是能让你抽烟的罗 意思就是如果你被它刺伤 留给你时间就是抽完一根香烟的时间 鸡心罗的壳长得像圆锥 壳上也有各种漂亮的花纹和斑点 因为壳的形状像鸡的心脏 因此就叫它为鸡心罗这是一种生活在太平洋 印度洋的生物 当然不止指这些地方有鸡心罗 全世界上大约有五百多种鸡心罗 虽然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鲜艳美丽 但是最美丽的最危险 它们的外表下还有着剧毒 鸡心罗的毒液中含有数百种不同的成分 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河豚毒素 这是一种非常强的神经毒素 就连人尽皆知的蓝环章鱼以及河豚和海蛇等 它们体内都有这种毒素 每年因河豚毒素死亡的人数将近二百人 第五名贝尔赤海蛇 世界上毒性强大的海蛇 是对人类最危险的有毒生物 仅需要0.1毫克就能让你尝到升天的感觉 体色成灰色 背面约有60道深色横纹 体长可以达到惊人的三米 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 阿什莫尔群岛的暗礁周围 根据专业人士测量得知 贝尔赤海蛇是陆地眼睛王蛇 毒性的二百倍不知 它具有细长的身体 在水中很难被发现 由于它们常年生活在海中 导致它们丧失了的陆地蛇的绞杀能力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 令人胆战心惊的强烈毒素 它的毒液释放出来后 可以在短短三内让猎物完全瘫痪 并最终导致死亡 而我们人类被它袭击的话 不到十分钟我们就会一命呜呼 这种蛇的毒液被认为是神经毒素 对受害者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贝尔赤海蛇的毒液极其强力 迄今为止 还没有完全解毒的血清 这使得被贝尔赤海蛇咬伤的情况相当危险 第四名香型水母 世界上最毒的水母 如果你曾被水母折过 你就知道那种痛有多么难受 但是香水母与其他水母完全不同 因为它能直接杀死你 根本让你感受不到疼痛 一只香水母的毒素 可以毒死五十位以上的成年人 最多三十秒你就会隐恨西北 在它手上栽根头的人类数量 甚至超过鲨鱼 鳄鱼和蛇的总和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盒子 水吸体小水母体大成年的香水母 有足球那么大香水母的漂浮方式 也非常特别 就像一个小小的盒子 在海浪中荡漾非常迷人 香水母不喜欢冷水 所以它们可以在世界各地 温暖的水域中出没 在二十五年中的时间里 全球有六千人 因中香水母中毒而身亡 只用一只触须就可以让人在几分钟内 产生极度的疼痛休克 甚至是心脏并发 一旦被折受害者 甚至无法回到岸边 直接溺水身亡 正是这样强大的毒素 使它成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 一名俄罗斯男子在埃及游泳 被鲨鱼30秒活吞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致命的 十种海洋生物 第三名蓝环章鱼 一只海洋生物中最毒的动物之一 比剧毒眼镜蛇墙上50倍不止 是一种体型较小 约20厘米左右 小小的体内蕴含着巨大的毒素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出场 乍一看 蓝环章鱼看起来还有点可爱 甚不满量不规则的蓝色光环 如果你认为这些生物无害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们体内的毒液足以再却足以 在数分钟内内杀死约30个人 它们的毒液比经化物强度高1万倍 这使得它们极其致命 蓝环章鱼的毒素存在于 它的唾液线中 仅一毫克就能致人中毒死亡 这种毒素竟然夸张得 连加热都不能破其毒性 如果被蓝环章鱼咬伤 再加上周围没有其他人 为你进行急救的话 那么你就赶紧想好 自己埋在哪吧 蓝环章鱼的毒素 是鼎鼎有名的河豚毒素 一种神经毒素 它对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 是非常致命 尤其是我们人类 这种病毒会侵入人们的大脑 人虽然神智清醒 却不能交流 不能呼吸 更可怕的是 到现在还没有抗毒血清 第二名虎杀 被认为是最具有攻击性的鲨鱼 光看名字就可以知道 它有多凶猛 在2023年的6月 一名俄罗斯男子 在埃及红海度假圣地游泳时 被一条鲨鱼袭击 据报道那名男子 不到30秒 就被鲨鱼拖入水中 消失不见 鲨鱼随后被捕获 经过确认是一头虎杀 在救援人员扒开虎杀嘴巴的时候 牙缝中还残留着肌肉残渣 腹部还有大量没有消化的石块 虎杀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暖水性凶猛鲨鱼 它们分布于南北纬40度之间的各大羊 它的体型通常约为2米左右 已经高出我们正常的成年人身高了 而且虎杀的咬合力可不容小觑 它们长着两排带有小锯齿的尖牙 咬合力超过500公斤以上 轻而易举地能咬碎人类的骨头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身处水中时 行动受限 完全无法与虎杀相抗衡 因此如果在水中遭遇虎杀 那就跟菜板上的鱼肉一样 刃杀宰割 第一名大白鲨 没错大白鲨毫无疑问登上了榜单 如果你曾经看过电影大白鲨 那么不用多说 你就会知道大白鲨有多么危险 它又被称为食人鲨 是现存第二大的鲨鱼 这个名字可不是凭空出现的 截止到现在 全世界一共发生了超过200起 大白鲨袭击人类的事件 而在大白鲨口中活下来的 也不敢聊聊数十人 大白鲨的身体长度约为4米 而一些大白鲨的身长超过6米 比一辆皮卡车还长 大白鲨可怕而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就是它们嘴里长着又尖又大牙齿 大白鲨一生中可以长出 多达6次新的牙齿 而且牙齿数量非常之多 有的甚至达到15000多颗 咬合力达到惊人的1.8吨 是我们成年人类的30倍左右 搭配口中的尖牙 我感觉一口咬穿钢板不是问题 这些鲨鱼是极其危险的掠食者 通常在小的沿海群岛游动 主要以海豹为食 有时候 大白鲨有把游泳者误认为海豹 从而发起攻击 如果你在海里游泳 看到一个骑浮出水面 尽快离开水中 有史以来人类捕抓到的 10种最大海洋生物 你见过20米长的巨型乌贼吗 日本人只因意外捕获神秘巨型生物 就为当地带来了9.0的大地震 神秘的海洋里生活着许多有趣的生物 而人们在海洋抓过的奇怪生物不计其数 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探索 世界上被人类捕获的 10种最大的海洋生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 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巨型海龟 也叫棱皮龟和极龟 是所有龟类家族中体型最大的 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超过1.51年 身体长度已经达到了3米 体重将近一吨重 棱皮龟的分布区域 相比较其他海洋龟类的范围更广 除了热带和温带地区的温暖水域 有分布以外 在一些冷水海域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2016年的一天 佛罗里达州的一座沙滩 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点 两名成年人在海滩上偶然发现了 一只巨大的乌龟 立刻被这个异常壮观的生物吸引 男子迅速拿出手机拍摄了 这只巨型乌龟的画面 并将其上传到网络上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兴趣和好奇 很快 一些生物学家看到了这段视频 并判断出这只巨大的乌龟是一只棱皮龟 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海龟之一 当附近居民得知这个消息后 它们纷纷赶到沙滩上 想要亲眼目睹这只巨型乌龟的庞然之姿 视频画面显示 巨型乌龟正在迈着缓慢而稳定的步伐 朝着大海前进 第九名马铃鱼 又称其鱼 体长通常可达四米 体重可以超过900公斤 它们的上颌骨向前突出 形状像枪头 身体覆盖着小而坚硬的鳞片 皮肤粗糙就像皮革一样 马铃鱼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水域 通常栖息在水深不超过 200米的上层区域 它们是远洋游泳的鱼类 经常出现在海洋的开阔区域 它与其他鱼类不同 马铃鱼以其迅捷和敏捷的游动而闻名 其鱼的游泳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1970年的夏威夷瓦湖岛 一群勇敢的渔民进行了一次钓鱼探险 当它们在大海中努力垂钓时 突然它们感到一阵强烈的拉力 当它们将鱼钓起来的时候 它们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条体型庞大的蓝色鳍鱼 体长三米左右 重达600公斤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蓝色鳍鱼 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 它们将鱼带上岸石 不得不使用起重机 将鱼从船上转移到陆地上 第八名黄带鱼 世界上最长的硬骨鱼类 一般体长为四米 最大体重达270千克 由于体型巨大 通常被认为是横扫海底 摧毁一切的怪兽 通常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温暖海域深处 水深1000米处 黄带鱼的体型细长而侧扁 成带状 全身覆盖着银灰色的皮肤 身体上方有一条华丽的红色背棋 头部的棋像皇冠一样 华丽夺目 而令人震惊的是 它没有豚棋 而它们长长的腹棋形状 酷似摇奖 因此也被称为摇奖鱼 黄带鱼会因地震而受 经由至潜水避难 所以其的出现 预示着会有大地震发生 故有地震鱼之称 2019年2月1日 日本富山县北部的渔民们 准备进行一次日常的捕鱼工作 当他们在海上努力捕鱼时 他们无意间捕获了 两条异常罕见的黄带鱼 然而 这些渔民并没有选择 将这两条珍贵的黄带鱼 带回岸上 相反 他们决定将它们放生 于是几天以后 本周到仙台港发生9.0级地震 人们认为这场地震 就是黄带鱼给带来的 有史以来人类捕抓到的 10种最巨大海洋生物 第七名翻车团 别名翻车鱼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它有两项世界吉尼斯记录 分别为世界上产卵最多的鱼 和最重的硬骨鱼 一般鱼类产卵大约是30万 而它可以达到 3亿式普通鱼类的10倍 其中最大体长可达5米 重达2000千克 为大型大洋性鱼类 2021年 地中海修达海岸附近的 一个渔船上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正在该地区进行研究 当他经过渔船时 突然发现起重机 钓着一条巨大的翻车鱼 他通常生活在深海中 很少被人类目击到 对于海洋生物学家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他请求渔船上的船员 将翻车鱼小心地放下 以便他能够对它进行观察和记录 在研究完毕之后 重新将其放生 第六名巨型符份 有名鬼符 头前掌有由胸旗分化出的 两个突出的头旗 就像魔鬼头上的脚一样 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魔鬼鱼 海洋中上层大型鱼类 一展超过7米 体重达两吨 背部体色黑至灰蓝色 下面白色聚灰色点斑 皮肤粗糙有林类似鲨鱼 分布各大热带海域 可以快速潜水 深度可超过1000米 有时也会跃出水面 在2020年 在马尔佩港附近的曼加鲁鲁深海 一天渔民出海时 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息 他决定冒险深入曼加鲁鲁深海 一段时间后 渔民感到一阵巨大的拉力 当他抬头看向被吊上船的鱼时 他几乎难以置信 那是一条重达一吨的巨型符份 身体长度已经接近6米左右了 于是渔民将巨型符份展示在港口边 让周围的人用手机拍摄照片 记录下这难以置信的时刻 第五名巨型鲨鱼 也被称为大白鲨 是一种可怕的掠食者 可以达到约8米的长度 它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的鱼类之一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洋沿岸海域 大白鲨可怕而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就是它们嘴里长着又尖又大而扁的牙齿 大白鲨一生中 可以长出多达6次新的牙齿 而且牙齿数量非常之多 有的甚至达到15000多颗 2012年4月的那天 渔民准备在科尔特斯海展开一天的捕鱼工作 它们乘坐着自己的6米小船 一如既往地投入渔网 但它们万万没有想到即将发生的惊人场景 当渔网沉入水中时 渔民立刻感觉到渔船突然产生了强大的拉扯力 它们费劲地拽着渔网 心想可能是一条异常大的鱼类被网住了 然而 当它们终于拉上渔网 震惊的表情几乎凝固在脸上 在它们的眼前 是一只巨大的白鲨 长达7米 重达一吨 令人胆战心惊 第四名巨型章鱼 这个巨型章鱼被称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巨型章鱼之一 也是寿命较长的品种 它保持着体长最大的记录 可达到9米 并且体重高达272公斤 与其它章鱼相似 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具有对称的身体结构 头部成球根状 并拥有八条覆盖着吸盘的处腕 这八只处腕可以扩张开来 形成一件巨大的披风状物体 在这个披风的中心位置 有着友会和齿舌用来捕食猎物 1957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小海滩 曾经发生过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 当地居民们来到海滩散步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只巨型章鱼搁浅在岸边 这只巨型章鱼直径惊人的达到9.6米 重达272公斤 一位深海从事25年的生物学家认为 只有加拿大西海岸的海域 才会存在如此巨大的章鱼 那里温和的气候和水中丰富的食物 保证了章鱼能够长成巨大的身躯 20米长的巨型乌贼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 10种被人类捕获的最大海洋生物 第三名巨型乌贼 是世界上所有乌贼中体重最大的品种 它的体长可达20米左右 体重约为2至3吨 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就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深海水域 巨型乌贼以鱼类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 通过触手上覆盖的锡盘捕捉猎物 它们的生长环境通常位于深海 这些来自深海的怪物非常难以捕捉 只有极少数被发现活着或者尸体 然而 其中一只被冲上新西兰惠灵顿海滩的7米巨型乌贼 恰好让一组兄弟发现 俩兄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研究所 他们表示打算将乌贼妥善清理 这些巨型头族类动物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海洋的深处 所以没人真正知道这最新发现的乌贼是如何冲上海滩的 但无论如何 这绝对是迄今为止冲上海滩的最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洋生物之一 第二名抹香精 又叫巨头精 世界上现存的最大食肉动物 是哺乳动物中潜水最深的动物 身体背面呈现出黑色 负面为银灰或者白色 成年抹香精平均身长15米 头部占动物体长的三分之一 它们主要栖息于南北纬70度之间的海域 从赤道一直延伸到两极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足迹 在2018年一群沿海生活的居民在它们所在的小岛上发现了一 头已经死亡的大型抹香精 这个小岛位于一个海洋丰富的地区 经常有各种海洋生物出现 但这次的发现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当居民们发现这头大型抹香精时 它们立刻感到震惊和惋惜 但同时也引起了对它死亡原因的好奇 于是居民们团结起来 决定将这头抹香精从岛上移开 以便给它一个体面的安葬 它们集中力量 利用绳索和工具 小心翼翼地将抹香精从海滩上 拖移到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 第一名蓝精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自然界最惊人的存在之一 它的身长达到33米 重量竟然高达180吨 这相当于25头非洲象的总重量 或者说比2000至3000个人的体重加起来还要重 温暖海水与冰冷海水的交汇处 是蓝精绝佳的气息地 蓝精的巨大体型和力量意识的人们 早期没有赶猎杀它们 由于蓝精的皮下有一层厚厚的脂肪 可以做肥皂 斜油等 因此挪威人用专门设计捕捉大型鲸鱼的鱼叉装配了它的轮船 从现代捕精开始的年代起 就对蓝精竞相滥捕 在高峰时期 全世界一年就捕杀蓝精近3万头 2018年7月 冰岛捕精人被反捕精组织指控捕杀了一头蓝精 该组织还发布了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作为证据 据了解 这头被捕杀的蓝精在被肢解切碎之后 将被销往日本 中国最致命的10种动物 大熊猫真的是人畜无害吗 第一名可以每年杀死全球近80万人 世界上足以致命的动物数以万计 而隐藏在我们中国的危险动物竟然如此之多 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揭开中国最致命的10种动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虎蚊捕鸟猪 被称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 全是长满布满黑褐色的毛 腹部还有几条黄色的条纹 这也是为什么叫虎蚊捕鸟猪 虎蚊捕鸟猪是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云南 广西一带发现的一个蜘蛛心种 因个头最大产毒最多被誉为蜘蛛家族中的世界毒王 专家测验他的毒素有多厉害 当他咬住小白鼠后 产生0.1毫克的毒液可以让其在十几秒钟倒地身亡 凭借着毒牙的威力 即使五毒的蝎子和蜈蚣等 也完全不少虎蚊捕鸟猪的对手 20年前在我国广西南部流传着一个说法 当地的虎蚊捕鸟猪能够一口咬死大水牛 虎蚊捕鸟猪的毒素主要是神经毒 在针对哺乳类动物时 当虎蚊捕鸟猪把毒液注入到动物体内 神经毒素会迅速产生作用 从而阻塞动物体内的神经离子通道 导致神经信号无法传导 最终猎物都是因窒息而死 第九名河豚 世界上最强的毒鱼 它引以为傲的毒素得到了吉尼斯记录的认可 其毒性可想而知了 而且它还离我们不远 河豚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 每年清明节前后 河豚会长江中下游大量出现 河豚体内含有的毒素 甚至比无稽物中最毒的情化物还毒 据说仅仅一只河豚的毒液 就足以杀死十人以上 这种毒素非常致命 以至于河豚毒素已经成为了 人类遭遇的最致命的毒素之一 而且从中毒到死亡的时间只用两小时 一旦受到毒素的影响人体的肌肉 就会逐渐麻痹导致呼吸和心跳 停止最终导致死亡 因此河豚毒素也被称为死亡之毒 吃下16毫克就足以使 一名成年人毕命 如果是静脉注射仅一毫克就能致命 就算将中毒的人救回来 那他下半辈子也只能在床上度过了 不过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他体内的毒素还不怕高温 你就算用开水将他煮开里面的毒 以清不干净 而且河豚大部分都是用来生吃的 这无疑是增加了中毒的几率 据统计 就每年吃河豚中毒的人都不下200人 第八名黑寡妇蜘蛛 毒性鼻响尾蛇强 蜘蛛丝不铁丝硬 蜘蛛界里的扛把子 夺命黑寡妇 一滴毒液一头猎物 就算我们人类也得在他面前低头 世界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的称号 非他莫属 黑寡妇蜘蛛的毒液 由多种神经毒素精细调配而成 注射0.1毫克毒素 足以让十只小鼠当场死亡 一旦注入受害者体内 这些毒素会迅速与神经突出结合 导致大量神经地质被强制释放 从而引起绵延不绝的剧烈疼痛 和严重的肌肉症软 以及肌肉坏死 据说 一些被咬的人甚至以为自己 同时患上了蓝尾炎或心梗 黑寡妇蜘蛛是一种广泛分布的大型蜘蛛 热带及温带地区均有发现 甚至都国内都有 主要在新疆和云南 如果你要去旅游的话 我建议你要做好防护 人类很少会被这些毒液直接杀死 但是别以外杀不死你 它就不危险了 如果你被它咬到 轻则住院观察一周 重则SU 看似人畜无害的大熊猫 竟然如此危险 接下来盘点中国最致命的十种动物 第七名熊猫 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作为中国的国宝 文化的象征 在搭配上呆萌的外表 是很多人都忘了它是熊而不是猫 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八百万年 被称为活化石 大熊猫的祖先是名副其实的肉食动物 有尖锐发达的犬齿 据说有熊护员在熊猫的粪便中 发现过羊的骨头 随着环境的变化为了生存 导致了熊猫逐渐地吃起了素食 我想是因为竹子的韧性 很肉类的嚼劲差不多 熊猫才去吃竹子的吧 曾经有专门的数据测量 熊猫的咬合力高达250公斤 而被称为万兽之王的狮子的咬合力 也才260公斤 你以为大熊猫每天吃的竹子 都是白吃的吗 如果我说它跑起来甚至都可以追上轿车 你相信吗 有相关的数据表示熊猫在全室奔跑的状态下 能达到50千米每小时 而平常的小轿车正常速度 也不过才60千米每小时 说不定你真的将它惹急了 就会发现大熊猫的危险一面 第六名眼镜王蛇 眼镜王蛇的毒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毒液之一 甚至比某些魁蛇的毒液还要更加致命 眼镜王蛇体型不但大 排毒量也多 毒性也强 我感觉它已经没有什么缺点了 它们一旦咬住猎物 就跟乌龟似的不会撒口 非得从你身上咬块肉才行 当然它咬你可不是为了单纯吃肉 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将它们的致命毒液送到你的身体中 它一次产生的毒液能有100毫克 但是仅需要12毫克就能杀死一头猎物 当然我们人类也毫无例外 被咬者会在数分钟内引发呼吸麻痹昏迷等症状人 在被咬后的半小时内如没有及时的药物治疗必定死亡 它们通常在中国西南与华南地区常有出没 你小时候肯定遇到过蛇 那很可能十有八九就是它 眼镜王蛇不仅对敌人毒 还对自己人毒 而每当食物不充足时 它们甚至连其他同类也会吃 因此 眼镜王蛇又被称之为蛇类煞星 所以在眼镜王蛇的领地很难见到其他种类 第五名东北虎 猫科中最庞大的动物 它的体重已经高达250千克 戴上尾巴的话全身能有三米多长 凭借自己庞大的身躯 再加上一身的狩猎本领 毫无疑问地让它坐上了丛林之王的位置 东北虎分布于我国的黑龙江等地带 是典型的山地 林间七夕动物 在北方的阔叶林和真阔叶混胶林 和岩石较多的山地都是它们常出没的地点 东北虎的咬合力高达500公斤左右 就连坚硬的乌龟也只是动一动嘴巴的事情 有这种咬合力可以说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再硬它也能给你咬碎 一般东北虎都是利用自己的手掌将猎物拍晕 东北虎拍出的一掌可以达到1100公斤的威力 据说拳王泰森也才不过800公斤 那么这样的话它比泰森都牛 但凡我们人类挨上一掌 那也只有被拍得魂飞魄散 2021年 在黑龙江省基层发生过一起东北虎进村伤人事件 不过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死亡 第四名银桓蛇 顾名思义就是身体上有着一圈一圈的白色横纹 它也和金桓蛇是亲戚 但是金桓蛇根本没有银桓蛇毒 它们不仅身体大就连毒素也强 身体粗得能和成年人的胳膊差不多粗 毒素也是中国毒性最强的蛇类 致死率非常高 是中国智人死亡数量最多的毒蛇 银桓蛇也被称为白结蛇 金钱白花蛇 广泛分布于我国华中 华南 西南地区 有时也会出现在田野 路边 坟地及菜园里 大大的增加了与人类接触的机会 银桓蛇吐出的毒液主要以神经毒素为主 银桓蛇一口可排出4.6毫克的毒液 只需要一毫克的毒液就可以毒死一个成年人 更为恐怖的是 被它咬到你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导致人们第一时间认识不到自己已经中毒 从而错过的最佳的治疗时间 据说有一名女孩被银桓蛇咬伤 她也没有意识到 可等到神经毒素在她身体里蔓延开 再加上这类毒素的抗毒血清也并不是十分充裕 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每年造成全球80万人死亡的动物有多可怕 接下来盘点中国最致命的10种动物 第三名 华南虎 中国特有的虎亚种 仅在中国分部 生活在中国中南部 成年华南虎体长约2.5米 体重约150千克 属于个体比较小的种类 但是你千万别看它小就认为它好欺负 华南虎可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一年代的噩梦 在50年代的时候野生的华南虎高达5000多只 从而导致老虎食物不够入侵人类社会 在很早以前华南虎就开始袭击人类 平均频率接近每年一次 根据历史记载 所有这些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 从数人到1000多人不等 尤其是1952年湖南食虎患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所有的家畜基本全被吃掉 其中更发生一天内华南虎连吃32人的事件 于是人们奋起反击 动物始终是动物 最终人类取得了胜利 但后果就是中国基本上只能在少数动物园中能看到华南虎 野生华南虎就更难发现了 在2012年的时候 华南虎正式被宣布野外灭绝 第二名野猪 中国的天花板战力之一 野猪体型粗壮四肢粗短且强健有力 又叫做山猪 是一种杂实性动物 野猪的平均成年体重高达200公斤 而它的天敌也就老虎和群居的灰狼 而且它们的皮可不是一般的厚 就连它们的天敌老虎来了都不一定能咬得动它们 在如此高护甲的基础上 它们的速度也和冲撞力度 在自然界真的很难找出能威胁到野猪的生物 它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 冲撞造成的威力丝毫不弱于一辆轿车 它嘴里的两颗锋利的尖牙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将我们人类摇骨折 据说一名60岁的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被野猪重伤住院 近年来 人被野猪袭击死亡 在2020年的时候 据说就发生了超过1000起与野猪有关的事故 野猪成群冲进人类社会 不仅造成了交通问题 还引起了群众的恐慌 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第一名白文一文 看似弱不惊风的蚊子 居然可以每年杀死全球近80万 在大众口中俗称为花蚊子 毒蚊子 主要由于白文一文的花色为黑白相间 大家肯定心想一只蚊子能有多大的杀伤力 我一巴掌就给它拍死了 如果你这么认为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它可是确确实实的蚊子中的王者 病毒的搬运工 白文一文既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蚊子 也是一种重要的病毒媒介 尤其是雌性的白文一 不仅是登革热的重要媒介 而且还吸食人血骚扰性很大 研究发现 白文一文是登革热病毒传播的第二大媒介 一些比较常见的病毒 也都是白文一文这个家伙干的好事 而且更离谱的除了会咬人之外 还会叮咬动物 从而导致一些人畜共患病的病毒 自1999年 白文一文入侵后开始传播 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造成了9862例感染 其中264人死亡 这种蚊子分布极为广泛 北到辽宁 南至四川甚至西藏都有它们 可以说白文一文是无处不在 世界上最致命的10种甲鞘类动物 第一名可以毒杀500名成年人 你见过腿有4米高的杀人螃蟹吗 你知道海中李小龙吗 一拳就能打出跟比太阳还高的温度 常见的甲鞘类动物 当属螃蟹和龙虾 它们也是人们夏天笔点的烧烤美食 但是在它们美味的背后 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接下来本期《地球醉套》将带大家寻找 世界上10种最致命的甲鞘类动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 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美洲凹龙虾 它就是我们经常无意间听到的波士顿龙虾 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 但其实它们是非常危险的 美洲凹龙虾最让人害怕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强大的凹足 这些凹足坚硬有力 能够加碎坚硬物体 甚至包括人类的手指 这使得它们成为具有威胁性的甲鞘动物之一 一旦受到攻击或感到威胁 会用自己大而强有力的钳子攻击敌人 美洲凹龙虾的加力可高达60公斤以上 已经快要比一些猎犬的咬合力还要高 这种程度的造成的伤害是相当可观的 加伤的疼痛程度已经相当于有刀子将你的手切开一样 更严重的伤害可能会造成骨折 虽然它经常会被作为美食经常出现 但它的有些部位可能会含有剧毒 其中肝脏中含有高浓度的毒素 肠道中的咖啡因含量很高 而且易滋生细菌 这两种部位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可是非常大的 早些年的伤害有年轻人在户外野炊 阴雾石这些部位导致中毒 最后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身亡 到了现在仍然有一些记录表明 与美洲熬龙虾的接触导致了严重的事故和伤害 其中大部分都是人们在触摸 捕捉或处理美洲熬虾时 被其强大的熬足而弄伤 第九名帝王蟹 从名字就能开出来这种螃蟹可是非常不一般 这个家伙是一种大型的假翘动物 通常生活在寒冷的深海中 尽管它们常常被认为是美食 但它们也有一些潜在的危害 当你想要去伸手触摸它的时候 帝王蟹会挥舞自己强大的钳子 它们的钳子力量非常大 能到达恐怖的50公斤 轻轻松松的就能够夹住坚硬的物体 包括人类的手指 只要稍微用一点力就能将其加断 甚至可以轻松地剪断人的皮肤 造成剧烈的疼痛和出血 帝王蟹还可能携带一些细菌和寄生虫 这可能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如果人类不小心食用帝王蟹 可能会感染一些疾病 比如食物中毒和寄生虫感染 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帝王蟹因其巨大的体型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它们并不主动攻击人类 除非受到威胁或被激怒 否则它们通常会保持和平并远离人类 第八名椰子蟹 如果我是它能轻轻松松地将椰子打开 你相信吗 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鲁生蟹 但是椰子蟹除了身体庞大以外 它还有着令人感到恐怖的巨型钳子 当它钳子加紧猎物时 力量可高达100公斤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椰子蟹钳子的力量甚至比斗牛犬之王 比特犬的咬合力还要高 如果你要尝试徒手抓住它 那么你的力量在它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是因为它可以用自己巨大的钳子 毫不费力地将椰子打开 它的钳子长度看起来 甚至都有自己身体长度的一半了 通常情况下椰子蟹的长度 都可以长到40厘米左右 两腿之间的宽度甚至会长到100厘米左右 实实在在的是蟹类巨无霸 当然它也不止只吃椰子 只要对自己好的它什么都吃 有时候它也非常像一名强盗 一时常会在夜间入侵到住宅区 偷吃农作物甚至动物 因此当地居民也会将其称之为强盗蟹 甚至有网友打算勤助它 好好的教训一番 不料却被椰子蟹夹断了手指 后来当地居民就利用它喜欢吃椰子这一点来抓椰子蟹 最后它也成为了我们人类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你见过腿有4米高的螃蟹吗 接下来带大家盘点世界上10种最致命的甲鞘类动物 第7名巨鳄蟹 这个大家伙是现存最大的甲鞘动物 也是蜘蛛蟹科中最大的 其中腿展开后长度都已经到达了4米 身体的长度更是达到了恐怖的40厘米 10条蟹爪既长又锐利 特别是那对凹四钢前非常强劲有力 就算人类想要去抓捕它 那也在它的身上逃不到一点好处 非常喜欢生活在日本岩手县至台湾东北角以外的太平洋海域1000米深 中年活动于水温10摄氏度左右的深海水域 别看它们的身体非常大 但它在水中的动作非常灵活 几乎没有一条能逃脱它的巨大鳄前 一旦发现附近有食物时 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凭着八只锐利的爪子 狠狠在缠住拼命挣扎的食物 然后再用两只又大又坚硬的凹钳去攻击猎物 直到猎物遍体鳞伤 精疲力竭死去 接着便把猎物吃掉 第六名巨大鳄斌蟹 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帝蟹 但是和帝王蟹可不一样 它是现存蟹类中最重的 体宽41厘米 重超过13.5千克 并且拥有一对强大的钳子和锋利的牙齿 虽然它们并不主动攻击人类 但在自卫时会使用钳子和牙齿进行攻击 巨大鳄斌蟹的钳子非常强大 可以轻易地捕捉和咬伤其他动物 它作为强大的掠食者 有时候竟然还吃小鳄鱼和乌龟等 不得不说它的牙口是真好 连我看了都羡慕 巨大鳄斌蟹生活在海洋及河口环境生活 它身体表面覆盖着锋利的毛刺和刀刺 这些刺可以刺破人类的皮肤并引发感染 毕竟巨大鳄斌蟹也是一种携带病菌的生物 它们生活的水域通常不太干净 如果人类不小心接触到它们 就可能被刺伤并感染各种疾病 曾经有胆大的网友想要尝一尝它的美味 不料却被它庞大的身躯刺伤 并感染了一系列的细菌病毒 幸好网友治疗得及时 最后才能幸免于难 第五名蜘蛛蟹 这个家伙的外形非常奇特 因为八条腿特长 外观形似蜘蛛 而且触角也比普通螃蟹多 所以被称为蜘蛛蟹 它们的蟹壳上有很多凸起的海葵 上面能分泌毒液 而海葵毒素有着世界第二毒的称号 只需一刻就能毒死三十万只小鼠和八十人 是人类发现毒性最高的海洋毒素之一 所以这能很好的保护蜘蛛蟹 令人震惊的是 它们的寿命竟然可以达到一百年左右 是海洋中的长寿之一 蜘蛛蟹分布在北太平洋区域 身体跟三角形式的 腿又细又长 可以伸展到两米长 蜘蛛蟹的勾着也非常强大 可以用来捕捉猎物 但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当蜘蛛蟹感到威胁时 它们会用勾掌攻击潜在的敌人 所以人们需要非常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 甚至在日本的民间传说里 还流传着蜘蛛蟹会吃人的说法 当小朋友不听话的时候 可以用蜘蛛蟹来吓唬小朋友 真的非常好用 第四名 雀尾螳螂蝦 从它的名字就大家可能就会想 又是孔雀又是螳螂 还有虾的生物是个什么东西 雀尾螳螂蝦体长最大可达十八厘米 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它有着和孔雀一样的外表 有鲜艳的红蓝绿等多种颜色构成 螳螂的捕猎方式又和它捕猎方式简直一模一样 它胸前的大鳄钩跟长着弹簧式的 能够快速地击碎面前的一切东西 又有人称它为海洋李小龙 却为螳螂蝦非常喜欢热带海域 主要分布于印度和西太平洋 经常在海底看到它 它一般都居住在珊瑚礁岩缝或者洞穴中 因为这样能够更好地掩护自己 一旦它看见猎物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 它就会用偷袭的方式袭击猎物 就算猎物提前逃跑 它也能用自己每小时五十千米的速度追上 并击杀猎物 它的攻击方式就是利用自己的大鳄钩 但是你知道吗 它出拳的速度最高时速超过八十千米 加速度比手枪子弹都快 就连螃蟹坚硬的护甲都能一下被它打穿 就跟受过专业训练的拳击手一样 快速使用刺拳攻击对手 只是它的刺拳更具威力与速度 据说有科学家下海捕捉它时 即使带着护具也被它一拳打伤手指 血流不止 凶猛程度可见一斑 瞬间秒杀五百名成年男性的螃蟹 你见过吗 接下来带大家盘点世界上 十种最致命的甲鞘类动物 第三名铜助鼠落蟹 这是一种有着剧毒的螃蟹 在琉球群岛又被称之为眼镜蛇蟹 甚至都要比眼镜蛇还要毒 它的身体非常鲜艳 以至于让其他海洋生物看到 都得考虑一些它能不能吃 铜助鼠落蟹就跟陆地上的毒蘑菇 一样越是鲜艳 毒性越是强大 铜助鼠落蟹喜欢居住在 亚热带海域的珊瑚礁上 能在太平洋的日本 琉球 台湾南部和个离岛沿礁的地方发现它 因为它们的数量极其的少 所以需要强大的毒素和鲜艳的颜色 警告身边的圣物圣人物鲜 曾经有日本研究人员证实 只要一毫克的铜助鼠落蟹肉 就可以杀死30只以上的老鼠 当然这是冰山一角 使人最恐怖的是 当你被毒蛇咬到还能活命 但如果你不小心吃了铜助鼠落蟹 那你就可以享受自己谨剩的时光吧 至今一届尚未有铜助鼠落蟹的抗毒血清 主因是它的毒性太过强烈 且体型小 无法提止血清 游球曾经有一群人发生过物食铜助鼠落蟹 结果就是全部口吐白沫 倒地抽搐后休克 不治身亡 正所谓最美丽的最危险 第二名手枪下 这个家伙它和别的海洋生物可不一样 当别人还在用冷兵器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用热武器来捕猎了 曾有海中神枪手之名 手枪下的体长在五厘米左右 在虾类已经是相当的微小了 虽然手枪下个子较小 但是它的大凹长度已经达到了身体的一半了 这家伙可与我们日常见到的很多虾都不同 它的两个钳子是一点都不对称的 其中最大的钳子长度才能达到身体长度的一半 而小熬 长度还不到身体总长度的三分之一 当它们捕猎的时候 手枪虾会用自己的大钳子向正前方震出一道 时速高达100公里左右的水流 在水流的周围会瞬间爆发出5000摄氏度的温度 而太阳表面温度也才6000摄氏度左右 试想一下5000摄氏度温度有多高 这种气流能在几秒内震晕猎物 更夸张的是有些动物甚至可能当场被震死 这让我们不得不赞叹犹如手枪一般的钳子 竟有着如此恐怖的威力 真就跟神枪手一样 以枪毙命 第一名马赛克蟹 学名又叫做绣花脊术弱蟹 被诗人称作毒蟹之王 它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毒的螃蟹 喜欢在东南亚以及日本一带活动 马赛克蟹居住在海底30米深的珊瑚礁 或岩石底附近身体呈扇形颜色非常鲜艳 全身上都是黑白相间的马赛克 非常有特点 它们身体不足以能对人类或者其他生物造成伤害 但是它们体内含有剧毒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研究出它们的毒素了 马赛克蟹有的含有河豚毒 有的含有麻痹性被毒 有的含有海盔毒 这显得非常奇怪 经过测量得知一只成年的马赛克蟹身体中的毒素 就能毒死四万五千只老鼠 更夸张的是它竟然可以轻松地将五百人成年男性毒倒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将它煮熟了就可以吃了 实际上哪怕把它们煮的熟的不能再熟 体内的毒素也不会消失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 只要不吃它们的肉就不会中毒 所以我们一旦碰见这种东西 千万不能招惹 世界上十种最庞大的鸟类 第一名竟然长年霸榜 你知道鸟急了也会杀人吗 比姚明还高的鸟类你见过吗 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着一些让人感到震惊的巨型鸟类 它们有着惊人的身躯 让人不禁想要仰望天空 去欣赏它们的宏伟和壮阔 本期《地球最套》 将带大家一同探索世界上十种最庞大的鸟类 请长按点赞评论 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牛鼻天鹅 它们是飞行鸟类中是最庞大的 无论是体长还是体重 牛鼻天鹅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这些巨鸟的身长可达三米 世界上最大的老虎也在三米左右 既然老虎是陆地上的王者 那么牛鼻天鹅算不算是水中的王者呢 它体重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公斤 最震撼的还是展翅飞翔时 就如同天使下凡一样美丽 给予你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视觉冲击 牛鼻天鹅的体型在奇鸟界说 第一没鸟敢说第二 牛鼻天鹅的嘴也非常引人注目 鹰钩状的嘴部上有一个显眼的和黑色凸起 让人不由地想起凶猛的老鹰 这个嘴巴对它非常有用 能帮助它捕猎食物填饱肚子 而白色的羽毛则非常柔软有光泽 使得它们在水面上和空中都显得格外的漂亮 牛鼻天鹅的身体非常强壮 它们的胸部和翅膀肌肉特别发达 再加上锋利的爪子 这使得它们成为水鸟中的顶级掠食者的原因之一 第九名卷羽蹄虎这是一种超级巨大的白色水鸟 它在蹄形中是最大的 它们以庞大的身躯而闻名于世 当你第一次见到这些水中的巨兽时 你会被它们庞大的体型所震撼 这些巨无霸通常身长超过一米 一盏更是可达2.5米以上 想象一下 在湖泊或海岸线上突然出现一片巨大影子 这多么令人心惊 它们的身体皆是有力 给人一种沉稳大舒的感觉 卷羽蹄虎的羽毛呈现出深黑色或暗绿色 让它看起来十分的优雅 这些大型水鸟非常喜欢在海岸线 湖泊和河流等附近生活 卷羽蹄虎是出色的水上猎手 它们擅长在水中捕食鱼类和其他小型水生生物 卷羽蹄虎使用它的常会 以及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轻松的追捕猎物 当卷羽蹄虎从水中猛冲而出 展翅飞翔时 那是多么的眼花缭乱 第八名单 锤赫驼 它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最引人注目的鸟类之一 单锤赫驼的体重约为25千克 平均长度可达2米 而一展则大约为50厘米 它的整体高度几乎可以达到2米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名成年男性的身高 在这么庞大的身躯下 使得单锤赫驼成为了真正的恐怖巨兽 你可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看到这些巨大的鸟类 它们的外观独特庄重 高耸的身体上长满黑色的羽毛 头部上还有一个小凸起 就像一个小皇冠一样 为它们增添了威严感 单锤赫驼有着强壮的腿部和锋利的力爪 能让它在地上跑得非常快 单锤赫驼还有一种特别危险的能力 当它步入绝境的时候 这些鸟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并且爆发出特别强大的力量 就连人类来说面对这种生物 可能都会在它面前吃亏 比姚明还高的鸟类你见过吗 接下来将带大家探索世界上十种最庞大的鸟类 第七名安蒂斯鹰 它又被人们称为南美神鹰 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鸟之一 它们长得跟老鹰差不多 经常飞行于南美洲的安蒂斯山脉地区 它的羽毛是黑色的 脖子上围着白色的羽毛 翅膀上面还有许多小白点 安蒂斯鹰的整体长度可以达到1.5米左右 翼展可达2.5米 体重也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20公斤 举个例子 中国篮球主席姚明身高为2.3米 也就是说安蒂斯鹰展开翅膀的时候 长度比姚明都要高 安蒂斯鹰翅膀展开实在是太宽了 在这么恐怕的翅膀下 大大的提升了它们的飞行能力 它们在天空的时候 展现出来的身躯显得格外壮观 安蒂斯鹰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强的 它们拥有健壮的肌肉和锋利的爪子 能轻松撕碎猎物 这使得它们成为绝妙的捕食者 尽管身躯庞大 但安蒂斯鹰的飞行能力 更加令人赞叹不已 它们以优雅的姿态在天空中翱翔 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 展现出了超凡的飞行技巧 第六名丹顶鹤 就是传说中仙人身边的仙鹤 它是鹤类种体型最大的一种 喜欢在平原 沼泽 湖泊等地生活 常被人冠以师弟之神的美称 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为一等的文情 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 官员的官服上有仙鹤的图案 那就是一品文官 可见丹顶鹤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 它的身长可达1.7米 已经相当接近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 体重可达15公斤 展现出雄伟和庞大的身躯 丹顶鹤的最长一展 可达将近3米左右 而一头成年的大象野 高度也才3米 丹顶鹤它有着修长的身躯 自信地抬头 从而展现出优雅的身姿 丹顶鹤给人一种高贵和庄重的感觉 它们的羽毛洁白的就像雪一样 头顶的仙红官员更是增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 使其更加引人注目 这些优雅的仙鹤 以其飘逸的舞姿而闻名于世 它们优雅的跳跃 翩翩起舞 给人一种宛如仙人降临凡间的感觉 第五名石原雕 当谈到它时 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其庞大的身躯和令人惊艳的翅膀 作为菲律宾的国鸟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老鹰之一 它们的体长通常在1.6米左右 它们的翅膀展开宽度可以超过2米 这一数字相当于两只成年人站在一起的宽度 除了翅膀宽度外 它们的身体也非常强壮 重达7公斤左右 这使得石原雕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 堪称自然界的霸主 石原雕的身体非常强壮 它们的胸部和翅膀肌肉发达 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感觉 它们的羽毛呈现出深棕色 头部还有一圈鲜明的白色羽观 使其更加引人注目 它主要生活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 主要以猴子和小哺乳动物为食 它们是顶级掠食者 当石原雕在空中盘旋时 它们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和锋利的爪子 展现出独特的狩猎技巧 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抓住猎物 从而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实力 第四名秃鹰 它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鸟类之一 也是高原上体格最大的猛青 以其庞大的身躯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展而闻名 当它展开翅膀时 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一样震撼 宽度可达三米 恨不得将正片天空都笼罩在其庞大的阴影之下 秃鹰的体重可达14公斤左右 比其他飞行鸟类 如鹰和药鹰都要大得多 堪称是鸟类中的巨人 秃鹰主要生活在欧洲和亚洲的高山地区 经常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活动 它们强壮而有力的身体 给人一种霸气的感觉 秃鹰的羽毛呈现出深褐色或黑褐色 头部和颈部裸露 皮肤呈现出鲜艳的红色 使人一眼就能看到它 作为顶级食肉动物 秃鹰以其强大的体格和锐利的爪子闻名于世 它们主要以死去的动物尸体为食 被称为草原上的清洁工 它锋利的爪子能轻松地对大型动物开膛破度 你知道鸟急了也会杀人吗 接下来将带大家探索世界上十种最庞大的鸟类 第三名食火鸡 大家看到名字就像到国外感恩节的火鸡了 但这只食火鸡是一种身形庞大的陆生鸟类 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鸟类 而且世界吉尼斯记录将它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鸟 它们的体型堪比巨人 高度最高可达2.5米 体重更是可达70公斤 食火鸡的巨大身躯给人一种震撼的视觉冲击 它们拥有细长的脖子和修长的腿 与宽大的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 展现出一种威严的气质 食火鸡的奔跑速度都已经达到了40千米每小时 你别看它跑到不如上面几名 但这种速度丝毫不影响它的杀气 它被吉尼斯评为最危险的鸟可不是空穴来风的 据记载它有过伤人事件 2006年的时候 一名男子和它的弟弟在森林碰到这种鸟 没想到男子的弟弟突然拿石块投向它 这种行为立刻激怒了它 食火鸡凭借它强有力的腿将弟弟踹倒 并倒地不起 男子健壮反击不料被它锋利的爪子划伤脖子 最终失血过多倒地身亡 第二名飘泊性天翁 它是性天翁中是体型最大的一种 并且它也是众多鸟类中一盏最长的 被誉为现存鸟类中一盏最大的飞行者 它的体重约为15公斤 身长估计有1.5米左右 而最吸引人的还是它那一对宽广而强健的翅膀 在翅膀的挥动下 它仿佛要征服整个蓝天 飘泊性天翁的平均一盏达到了惊人的3.1米 而已被证实的最大个体的一盏更是高达3.7米 而中国的房子平均一层也不过才接近3米 所以当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自己有多渺小 飘泊性天翁多生活在南半球 它常利用西风从西向东坐长距离的飞行 10个月飞行1.5万公里 这些壮观的鸟类拥有修长而结实的身躯 搭配细长的景象和强壮的绘 羽毛呈现出深邃的黑色或深灰色 为其增添了强烈的神秘感 这些翼展巨人的飞行能力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漂泊性天翁以慢而优雅的飞行方式在海洋上自由翱翔 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能飞越长距离 它们展现出出色的滑翔技巧 每下降1米高度可以滑翔22米远 巧妙地利用气流和海风 在蓝天中自由自在地舞动 第一名 非洲鸵鸟 鸵鸟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最疯狂的鸟 然而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实际上它们不但是地球上最大的鸟类 还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鸟类 大家应该都很少知道这个有趣的事实 它的体型堪称鸟类的巨人 平均重约150千克 站立时的高度能达到3米左右 有些甚至可以长到3.5米 身上的短翅膀已经退化 不能飞翔 但是它凭借如此庞大的身躯 就是碰上老虎 狮子等它也能够跟它们过上两招 无论是在平地或草原上 鸵鸟高耸的身姿都让人心生敬畏 鸵鸟最厉害的地方可不仅仅是外表 它也是所有鸟类和两条腿动物中跑得最快的 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还能够轻松跨越5米多高的障碍 堪称动物界的流响 当鸵鸟迈开它们强壮有力的腿部时 整个身躯如同一道闪电划过大地 它们的奔跑速度超过了其他鸟类和两条腿动物 成为了速度的代名词 世界上十只最凶猛的猎犬 第一名居然可以猎杀野猪 你知道能击退老虎的狗有多致命吗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养狗 认为它们是最可爱最忠实的伴侣 但在看似可爱的表面下 它们也极其致命的一面 本期《地球最top》将带大家寻找十只最致命的恶犬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美国斗牛犬 斗牛犬是一种体型强壮 肌肉发达的犬种 它的成年平均体重为55公斤左右 它的咬合力竟然高达300斤左右 它就相当于一只成年的老虎在身上撕咬 它在追猎物的情况下速度可达每小时50千米 其外貌特点包括短而宽的头部 厚重的颈部和强壮的身体 然而 尽管这些特征使得斗牛犬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非常迷人 但事实上 这些特征也使得它们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 其作为一种原始的工作犬种 带有强烈的猎食和领地保护本能 如果未经适当的社交化 训练和控制 这种本能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 在极端情况下 斗牛犬可能会对其他动物或人类表现出攻击性 由于斗牛犬的危险性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对其进行了禁止或限制 这些限制通常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斗牛犬攻击的危险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四主必须持有特定的许可证 才能合法地拥有斗牛犬 此外一些居住区也会规定禁止居民养斗牛犬 第九名 阿根廷度高犬 阿根廷度高犬是一种大型犬 又称野猪杀手 雄性通常肩高在60至68厘米之间 雌性稍小 它们拥有结实而肌肉发达的身体 宽阔的胸部和粗壮的腿部 阿根廷度高犬是一种大型狗 具有强大的咬合力和狩猎本能 它的咬合力为300斤 大约相当于老虎或者鲨鱼的咬合力 由于它的外表凶猛 导致于许多的犬类不合 见面可能就会撕咬在一起 在路上一些居民为了自身的安全 看见阿根廷度高犬会选择绕道而行 尽管许多饲养它的人都为其准备了嘴套 阿根廷度高犬具有强烈的守卫本能 这可能导致对陌生人 其他动物或潜在威胁的敏感性增加 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社交化和训练 它们可能表现出过度的攻击性或警惕性 其次 阿根廷度高犬的精力非常的旺盛 需要大量的运动和活动来满足其需求 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运动和刺激 它们可能变得无聊 焦虑或破坏性 由于阿根廷度高犬被视为潜在危险犬种 一些地区可能存在针对该犬种的法律和保险限制 第八名 爱尔兰猎狼犬 爱尔兰猎狼犬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爱尔兰 它们是贵族和王室猎兽的伴侣 它是真正的巨犬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高大的猎犬之一 脚趾到肩部的身高可以达到90厘米 体重在30公斤左右 但真正让它们自傲的是自身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70公里 在这种速度下偷袭就连猎豹也得吃别 爱尔兰猎犬最初是用于狩猎的 它们拥有非常出色的嗅觉和听力 能够追踪和发现猎物 爱尔兰猎犬也非常善于在草地和丛林中奔跑 跳跃和转弯 使它们能够在狩猎时追捕和捕杀猎物 爱尔兰猎犬的身体非常强壮 如果没有受到适当的训练和控制 它们可能会对人或其他动物造成伤害 所以在有些国家许多居民都非常抗拒别人养爱尔兰猎狼犬 最后上升到社会 随后也就一些城市禁止了这种犬的出现 传说的一敖战三郎是真的吗 真相出乎意料 接下来将带大家寻找世界上十只最致命的恶犬 第七名 藏敖 当谈到藏敖时 很难不被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体型所震撼 成年雄性藏敖体重可达70至90公斤 雌性也能达到50至70公斤 仿佛一头庞大的狮子般威武霸气 因此被称为西藏雪狮 这庞大的体型赋予藏敖700斤的咬合力 是成年男性的十倍 使其在犬界成为无可匹敌的对手 藏敖是一种非常古老 强大和高贵的犬种 被誉为犬中之王 它们起源于中国西藏地区 被广泛用于护卫和狩猎等方面 传说中的一敖战三郎里的狼其实指的是藏狼 它们属于小体型狼 体重一般在20公斤上下 在绝对力量的压制下 就算藏狼有极其高超的捕猎技巧 在藏狼面前也无济于事 然而这种强大的力量和体型 也是藏狼潜在危险的源头 一旦受到威胁或感到不安全 藏狼可能展现出令人胆寒的攻击性 它们的守卫本能和警戒心强 使其对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 甚至可能对未惊涉交化的人或动物表现出敌意 所以许多地区对其饲养和管理施加了法律和保险限制 第六名 砍高犬 砍高犬 这个来自非洲的犬种 以其凶猛和威武而闻名 然而 正是这种凶悍的本性使得砍高犬成为一种可怕的存在 它们的威力和攻击性让人闻风丧胆 它是犬类最凶恶和恐怖的代表 这些来自非洲的犬种体型庞大 壮实而肌肉发达 成年砍高犬的体重可达到50至60公斤 它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 可高达400斤 相当于深海中的霸主大白鲨 不过令人震惊的还是它敏捷的速度 据报道它的速度已经来到了60千米每小时 已经可以追赶汽车了 砍高犬的攻击性是它们最可怕的一面 它们天生具备强烈的警戒本能和守卫欲望 对陌生人和潜在的威胁表现出极高的敌意 在感到威胁时 砍高犬可能会展现出震撼人心的攻击力 咬合力足以撕裂肌肉和骨头 它们的速度和敏捷性使得逃脱 它们的攻击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砍高犬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攻击性 还在于它们的倔强和独立个性 它们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自主性 对于一般饲养者来说 驯服和控制它们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缺乏正确的社交化和训练 可能导致砍高犬表现出不可预测的行为 甚至对家人和其他动物展现出攻击性 尽管砍高犬在军事和警察工作中被广泛使用 但作为一般家庭宠物的饲养需要极其慎重考虑 甚至在一些国家它都是禁忌犬类的一种 第五名 狼犬 这种看起来既神秘又美丽的犬种 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虽然许多人喜欢这种犬种的外貌和个性 但实际上 狼犬的野性和天性使得它们对人类和其他动物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危害 它们成年体重为45公斤 狼犬的野性和天性使得它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咬合力已经达到了700斤 据报道 花豹的咬合力也才500斤左右 由于其与狼的杂交或具有狼的外观和特征 狼犬往往比其他普通犬种更具有攻击性 速度也比平常的狼高上许多 这种强大的身体素质可能导致弱小的生物造成严重的伤害和甚至死亡 狼犬的野性和天性也使得它们更容易逃跑和攻击其他动物 由于其野性 狼犬往往需要更多的运动和刺激 如果它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和训养 它们可能会变得沮丧和焦躁 从而导致逃跑和攻击行为的发生 由于其天性和活跃性 这不仅会给家庭成员带来困扰 还可能会对狼犬本身造成伤害 第四名 杜宾犬 杜宾犬是一种惹人喜爱的犬种 它们拥有优美的外形和非凡的智力 但它们也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犬种 它的成年体重为40公斤 由于其天性和体型特征 杜宾犬可能会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造成伤害 杜宾犬的咬和力可是非常强大的可高达600斤 如此强大的咬和力就连乌龟壳都挡不住 比如它们的恶不皆是有利 这意味着它们在攻击时 可能会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果你惹恼了杜宾犬 它可能会像吃糖果一样轻松地咬碎你的手指 杜宾犬的野性和天性 也使得它们更容易变得攻击性和暴躁 当然了 这也跟四主的训练和社会化有很大关系 如果四主不负责任 不对杜宾犬进行适当的训练和社会化 杜宾犬可能会变得非常暴躁 从而对人或其他动物造成伤害 就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一样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教育 它们可能会变得粗暴 不听话 甚至任性 这就导致一些国家地区会禁止杜宾犬 你知道能击退老虎的狗有致命吗 接下来将带大家寻找世界上十只最致命的恶犬 第三名 罗威纳犬 罗威纳犬可是被称为世界上力量最强的狗 它的身材堪称宏伟 肌肉发达 成年体重在60公斤左右 此外它们的牙齿非常尖锐 锋利 咬合力也非常惊人 已经达到了400斤 据传闻四只罗威纳犬曾击退过成年老虎 使得许多人感到震惊 罗威纳犬曾经被用于看守牛群 是聪明强壮 极易亲近的犬种 现在用于警犬 能攻击侵入者 罗威纳犬训练难易度一般 要在幼犬时就严格调教它 否则成年后主人很难控制 在国外曾有过罗威纳犬伤人的记录 只要认真调教 它也能是安静的伴侣犬 它是一种被认为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犬种 它们拥有一些特质 使得它们在面对暴力和保护领地时 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自我意识 此外 罗威纳犬在所有犬种中 被记录为攻击人次数最多的品种之一 它们凶猛的性格 很多人们一想到它咬人的案例 基本都会敬而远之 这使得现在很多城市都禁止这种大型犬的饲养 第二名大丹犬 大丹狗是一种庞大而强壮的犬种 成年个体通常超过50公斤 咬合力可达到900斤 而老虎的咬合力也才1000斤 所以当你面对它的时候 无异于你在和老虎对视 由于其体型和力量 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训练和社会化 它们可能对他人和其他动物构成潜在的威胁 它们通常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 它们倾向于保护自己的领地和家人 如果感到威胁 它们有可能展现出攻击性行为 由于大丹狗的巨大体型 它们可能在不小心的情况下 不慎撞倒人或其他物体 导致潜在的威胁 虽然大丹狗通常温和友善 但如果受到威胁或感到恐惧 它们有可能使用咬来自慰或表达不满 大丹狗拥有较高的能量水平 需要充足的运动和刺激来消耗能量 如果无法得到充分的运动和刺激 它们可能表现出焦躁和破坏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禁止大丹狗的原因 第一名 日本屠左犬 它是全球的十大盟犬之一 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屠左犬源自日本 个体通常高大 并且具有强大的爆发力 它们的性格坚韧 同时拥有大型盟犬的爆发力和专业斗犬的持久耐力 它的速度达到50千米每小时 就连野猪 鹿鹤熊在短短的几秒内被追上 它还有拥有锋利的牙齿和强壮的鳄骨 凭借400斤的巨大咬合力 可以轻松地咬住大型猎物 就连熊在它身上也讨不到一点好处 在搏斗时 屠左犬通常表现出不死不休的精神 与比特犬相比可以说是放大版的版本 它们在战斗力和杀伤性方面都非常出色 在一些大型地下斗场上 屠左犬的身影随处可见 它们经常与其他各种盟犬进行斗争 打败各种盟犬几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正因为如此 屠左犬被誉为东方斗犬之王 屠左犬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潜在攻击性的犬种 确实有报道显示 屠左犬在愤怒或受到刺激时 可能会对人或其他动物发动攻击 并且它们的咬合力和坚持斗争的精神使其变得难以控制 这些攻击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 甚至危及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安全 由于屠左犬的攻击性和潜在的危险性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禁止或限制饲养该犬种 依旺